一只柴犬被圆警给抓住 身体僵硬连也呆呆的挤出好几层肉 一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只柴犬怎么了被玻璃室大人报警处理 民众蹲在路边拿零食饮诱柴犬 原来这只柴犬13号下午现身桃园永安路上 因为太紧张还在路上乱窜 躲在安全岛上不出来 我拿它来出来一点 园警特别埋了狗罐头要解除它的戒心 柴犬敌不过狗罐头香气才愿意离开安全岛 由于柴犬身上没有晶片也没有项圈 警方只好po脸书要大家帮忙找找主人 看到四组出现狗狗马上露出灿笑 柴犬圆滚滚的身材超级卡哇伊 四组现身网友笑亏原来是阿嬷养大的 他有提供食物跟水来让他休息这样 然后透过网络的力量 那四组有看到这个讯息 那刚刚有来派出所将他领回去了 柴犬在派出所一待就是两天 好不容易等到四组现身 网友笑说狗狗终于要假释出狱 结束这场流浪季 三立新闻十明期蔡永恩桃园采访报道